在亚洲中南半岛的西北部,有这样一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度,缅甸,缅甸历史悠久,文化丰富,地理位置优越,是镶嵌在东南亚土地上的一颗明珠,发展潜力巨大,自古以来,中国与缅甸便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,关系尤为密切,然而,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度如今却陷入了混乱,未来仍充满问号,相应的,中缅关系也有了诸多变数。 有人认为,缅甸会是下一个越南,与中国为敌,也有人坚信,缅甸将是下一个巴基斯坦,成为中国的铁杆兄弟。那么,缅甸为何会陷入混乱? 中缅之间曾有过怎样的交往,影响中缅关系的变数又有哪些? 图片 想要预测中缅两国未来的关系走向,就必须对缅甸的现状有最直观的了解。简单来说,缅甸正处于混乱的夹缝中,左右为难,全国上下在政治、军事与观念领域均较为分裂。 与稳定的中国不同,缅甸政局可谓是步步惊心,在政治上,缅甸共有两个核心,一个是军方,另一个是民盟。 多年来,军方与民盟争斗不休,往往是你方畅罢我登场。缅甸的二元政治与西方的两党政治还有着本质上的差别。 两党纵然相争,但共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,但缅甸的军方与民盟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,为了达到这一目的。 他们甚至曾互相指认对方为恐怖组织,2008年宪法是缅甸政治斗争的核心,这是一部充满折中意味的宪法, 但根本目的仍是削弱军方权力,让缅甸向现代化国家转型,民盟支持宪法,军方则反对宪法,二者无休无止地争斗,恰恰反映出缅甸在政体问题上的迷茫,政治上的分裂已经令人忧虑,但更糟糕的是,缅甸军方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割裂。 军事上的割裂直接影响到了国家安全。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,缅甸军方的内部对抗与民族矛盾紧密相连,缅甸各民族相互仇视,习惯以武装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 一直以来,缅甸政府军与地方武装力量的战斗便从未停止,而这些地方武装力量的领袖则大多为少数民族,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缅甸军方曾多次与少数民族领袖谈判,希望能够将地方割据势力纳入边防部队体系,但是,缅甸军方至今能成功,中央军队仍未拥有统帅地方的资格。 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,缅甸内部的社会观念冲突也日益激烈,心就对抗,更是从未停止。 纵观历史,缅甸是一个与动荡相伴相生的国家,特殊的历史令军人群体在缅甸脱颖而出,每逢动荡,唯有掌控了兵马的军人能出面平乱,久而久之,军方便在缅甸的国家权力结构里占据了压倒性优势。 在许多老一辈缅甸人的眼里,军方便是国家的守护神,因此一切都应该以军方的意志为先,可是,年轻一辈的缅甸人接受了更多元与开放的教育,他们不再盲目崇拜军方。 更不满于军方的特权地位,他们认为,缅甸不应当继续活在军人的羽翼之下,而是要迈出崭新的步伐,成为世界现代国家中的一员,不同时代的人无法相互理解,矛盾就此诞生,由此可见,缅甸的分裂是一种全方位的分裂,国家将走向何处,仍是一片未知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中缅关系便格外引人瞩目,人们的疑问只有一个,对中国而言,未来的缅甸究竟是敌是有,中国与缅甸有着漫长的友好交往历史,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。 当时,尽管道路交通不变,但中国与缅甸人民还是排除了千难万险,搭建起一条沟通的道路,用于通商往来,汉河地永元六年,年北派遣使臣来汉,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,到了元朝时期,中国拓宽了通往缅甸的水路交通,两国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,政治与文化上的交流也越发频繁,无论是陆路贸易,还是海陆贸易,均在这一时期有了质的飞跃。 明朝,中缅友好关系得到了延续,明朝政府与上缅甸与下缅甸的不同王朝均建立了交往,清朝时期,中缅关系偶有波折,但整体上仍然呈现积极态势,清朝前期受种种因素影响,中缅关系较为紧张,但乾隆即位后,便着手修补两国关系,乾隆55年,缅甸终于被纳入了清朝的宗藩体系,清朝正式成为缅甸的宗主国,随后, 两国便开启了长达百年的友好互惠历史,直到清朝灭亡,由此可见,在古代,中缅两国从陌生到熟悉,虽然也曾有过摩擦,可这些摩擦都是暂时性的,并非历史发展的主流,和平友好,才是古代中缅交往的关键词。 正因由此基础,到了近代,中缅两国甚至成为了患难与共的战友。 光绪十二年,英国吞并缅甸,延续百年的中缅宗藩体系遭到破坏,随后,中缅两国遭遇了同样的苦难,难逃被殖民与被侵略的厄运,尽管如此,中缅两国都不曾放弃为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而斗争, 1948年1月,缅甸独立,从此之后,彻底摆脱了英联邦的控制,1949年10月,新中国成立,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,这段相同的经历,令中缅两国人民有了强烈的共鸣感,更能对彼此的境遇感同身受。 1950年,中缅两国建交,短短四年后,两国便共同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。 在面对上有争议的边界问题时,两国也以尊重且包容的姿态展开协商,最终在1960年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。 要知道,与缅甸所签订的协议,是新中国与邻国的首个边界条约,可谓是意义重大,与古代类似,现代中缅关系也曾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间经受考验,好在两国又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 1971年,中国政府邀请缅甸领导人访华,这次访问将中缅关系拉回了正常轨道,这份友好,也一直延续至今,当谈到中缅关系时。 我们总会提及一个特殊的词语,包拨,这是一句亲切的缅甸语,意思是,同胞,在中缅交往的过程里,缅甸人民常常这样温馨地呼唤中国人民,缅甸的包拨与巴基斯坦的巴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,难怪有不少人会大胆预测,在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,缅甸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巴基斯坦。 这种猜测不无道理,中缅两国有着良好的交往基础,地语相连,人种类似,语言谱系相近,在文化习俗上也有不少共同点,不仅如此,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缅甸也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。 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霸权主义,中缅同为发展中国家更有着同样的利益,但是,我们也同样需要正视中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,直面那些有可能影响中缅关系的变量。 中缅关系如同一枚硬币,既有正面,也有反面,综合来看,影响中缅关系的变量主要有两类,一类是国内因素,另一类是国际因素,就国内因素而言,缅甸政局动荡,未来充满变数。 就政治上来说,缅甸民盟正面临着解散风险,缅甸军方已重新掌权,而缅甸军方对中国的态度较为暧昧。 仍处于高度摇摆之中,先前,缅甸曾进入了辉煌的民主十年,在这十年间,吴登胜与昂山素季是两个关键性人物,吴登胜是一个倒戈的军人,尽管他军旅出身,但权衡利弊后,吴登胜投向了改革派的阵营,在吴登胜执政期间,缅甸的改革进入深水期,如何在中国与西方间做出抉择,成为了吴登胜必须面对的问题。 最开始,吴登胜选择帮助西方,挑衅中国,2015年前后,中缅关系持续恶化,缅甸军队甚至越过边境线,炸死了五名云南边民。 甚至屡次将炮弹打入中国地界,吴登胜为难中国,实际上是为了讨好欧美,但让他感到失望的是,欧美仍按照自己的原计划暂停了对缅甸的援助,直到这时,吴登胜才意识到,欧美并不可靠。 于是,吴登胜转将目光投向中国,在吴登胜执政末期,他开始致力于调和中缅关系,强调缅甸从未发展过亲息书中政策,并积极与中国领导人展开会谈。 任期满后,民盟领袖昂山素季从吴登胜手中接过了中缅友好交往的旗帜,开启了缅甸转型的新世代。 昂山素季提出,缅甸的对外交往原则应当是和而不同,求同存异。 上任后没多久,昂山素季便与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王毅展开会谈,推动中缅向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。 原本,中缅关系一片向好,昂山素季也顺利赢下了2020年大选。 然而,就在昂山素季即将开始新的执政任期时,缅甸军方集团却突然发政变,不仅逮捕了昂山素季,还利用规则漏洞强行解散了民盟。 缅甸军方一方面想继续获得中国的贷款与援助。 另一方面,又对中国心怀戒备,甚至想投靠西方,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执政地位。 但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国,缅甸军方也不敢轻举妄动,怕真正惹恼中国,因此目前仍在观望状态,就经济而言,中缅同为发展中国家。 两个国家间本就既有合作又有竞争,政治环境良好时,两个国家的经济生态也将趋于稳定,可政治上出现了问题,中缅经济便会竞争大于合作。 甚至可能让两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友好关系毁于一旦,而就国外因素而言,美国、日本与印度都很有可能干涉中缅关系。 这三个国家各个来势汹汹,不怀好意,为了阻挡中国崛起,美国近年来不遗余力推动印太战略,始终想把缅甸拉入火。 美国看中了缅甸的地缘位置,希望能够利用缅甸来牵制中国,乃至约束自己的盟友印度。 缅甸究竟会否看清美国的嘴脸,拒绝美国开出的所谓诱人条件,至今仍不明朗,除了美国以外,日本也是影响中缅关系的极重要变量。 相比美国野心勃勃的全球战略,日本更看重自己在亚洲国家中的地位。 日本深知缅甸潜力巨大,或将成为影响亚洲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。 因此,日本也想要拉拢缅甸,甚至取中国而代制。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,日本不仅积极与民盟展开交流合作,还向缅甸政府许下了诸多承诺。 日本强调,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,日本将在基础设施建设,民族和解与政治民主化上帮助缅甸,甚至不惜豪迈拨款80亿美元,只为改善日缅关系。 倘若日本成功,那么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必然会受到影响。 印度对中缅关系的影响,则与其本国的东向政策息息相关。 根据东向政策,印度将以南亚为依托。 逐步拓展自身影响力,东盟是东向政策的重点,缅甸既是东盟的成员国,也与印度领土相连,因此成为了东向政策的第一国。 一直以来,印度都将中国视为最强的竞争对手,印度试图以拉拢缅甸的方式来削弱中国在印度洋周边的影响力。 不仅如此,印度还有着天然的优势,因为民盟领袖昂山素季早年曾在印度留学,昂山素季本人对印度颇有好感。 一旦民盟重新启示,昂山素季很可能在中印之间进行外交平衡,保持中立,倘若中免受到这些因素影响。 两国关系恶化,那么将缅甸比为越南变步为过,缅甸究竟会成为越南,还是巴基斯坦? 现在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,但无论如何,中国一定会坚持自己的外交理念,尽全力推动两国友好发展。